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20日星期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The Voice节目 我给大家来update一下这一次参与这个示威游行还有这个打杂子枪骚乱的人群都有哪些啊 我们知道呢,过去这几天美国的这个安全形势是急剧恶化 各大城市都爆发了这个抗议制黑人被警察杀死这个示威游行 有些地方是出现了骚乱,也确确实实呢,很多城市这些人呢,可以说是游泳吧 游泳叫什么散扣之徒吧,就是并没有什么人集中组织的 他们也是浑水摸鱼,把这个商铺给大家抢了 然后不少人呢,还是把这个抢到的这些名牌包啊东西啊 就直接在这个摆街摊在街上卖 这个响应这个李克强总理这个摆街摊的号召倒是挺好 在美国响应的,很多这个黑人直接就拿好多L-rate包啊 在地上就卖,这确实挺有意思的 也是一道这个美丽的风景线,这个确实是美丽风景线 你不能说这个打打抢是美丽风景线,那个就是一个讽刺的说法,对吧 那么到底这个背后是有没有人组织,是谁组织呢 这个呢,其实到现在为止呢,都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证据 这背后啊,并不是像斯东记说的,是民主党来组织的 就是对抗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是完全无稽之谈 找不到任何证据,这基本上就是阴谋论的说法 但是你要说没有组织吧,肯定也有一些这个人 在网上啊,用各种账号啊,就是激起大家这个火,让大家去这个诉诸暴力 肯定是有这个Antifa,就是昨天我在节目中给大家说的这个极座组织 反法西斯的这个联盟 但是,大家要记住啊,这个Antifa它是一个非常松散的一个组织 并没有一个中心的人在组织的,这个跟当年这个法轮功还不一样 法轮功当时还有一个李洪志,对吧 这个Antifa呢,它是这一小团,那一小团 他们这个基本上意识形态相近,都是比较极左 但是呢,你要说有没有一个人专门这个大总管在后马尔林镇指挥的 这个其实没有 而且这个Antifa呢,它是极左 左到跟这个Democratic Party是不容的 就是跟民主党,它本身就是觉得民主党现在不够左 跟它的意识形态完全都不容的 所以,像斯东记瞎猜说这个组织打打抢的人 就是这个民主党的人,就故意闹事了 让这个川普难看 这个完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对吧 做自媒体不能整天胡说八道 那么,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示威游行的人呢 他们打的确实是Antifa的这个旗号,这个旗帜 包括拿着这个红旗啊,镰刀啊,旗啊 就是宣扬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种 挺有意思的 这个呢,跟这些极右派,白人至上主义者呢 相比肯定是Antifa的人多一些 但是,是不是像,你如果最近半天看到不少这个中国人 发的这个朋友圈啊,包括一些朋友圈上的文章啊 说这个完全是Antifa做的,这个肯定也不是对的 因为呢,据这个民尼苏达的政府官员 执法部门的官员,就已经说了,明确说了 这个里面也有这个,white supremacist 就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也是参与其中 而且呢,这个警察官员也说 说,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呢 其实就是激起大家的这个愤怒 想要引起这种骚乱 同时呢,他也承认也有Antifa的这个影子 所以,左派、右派、极左、极右 现在全都出现在了这一次的这个打打抢集会之中 而并不是说只有某一方 像特朗普完全是把这个归罪于这个Antifa 归罪于极左派 其实呢,就是为了他的这个大选 有利,为了能够激起他的这个基本盘 就是右派选民对于这个左派这种愤怒 从而使得更多人去投票 他能够重新取得连任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证据已经表明了 也有这个极右派的人 也就是说平时支持特朗普的这些 白人也是浑水墨鱼 掺入其中 有一个推特呢 就宣布有一个推特这个账号呢 就是被停掉了 这个推特的账号呢 其实是一个这个 白人至上团体的一个这个伪账号 但是他把这个伪装成自己是这个Antifa 极左派 而且他们在网上呢 就是宣扬大家去打砸抢 用各种暴力什么的 结果呢 被这个推特发现了 结果就给他及时停掉了 所以现在 美国这种打打抢 同时有极左和极右的影子 并不是说一方完全是挑起 而且是行动的另外一枪 王权在那儿 就是没有参与 这个就是不对的 所以呢 只是想给大家 说一下这种事实 这个都是有官方证据的事实 并不是说 任何一个这个自媒体脑门一拍 就开始这个瞎喷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确确实有这种情况 那么谁更多一些 很可能是Antifa更多一些 极左的更多一些 因为这些人呢 一般都是比较这种 游民状态 纪律性的稍微差一点 就是 小范围的这种 冲动型的 想起来干嘛 就打打抢一下 他不像这个 右派 极右派的 这个白人智商主义 很多的都是拿着枪 看的是更 有威严一些 更有组织一些 所以呢 在量上肯定是 极左的人更多一些 但是在智商呢 极左极右的人都有参与 这个呢 也是跟很多这个华人呢 特别是在美的 这个右派的华人 特朗普的这个脑残粉丝啊 编的这个故事呢 说全是安提法做的 这个也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希望吧 就是尽早的能够 这些骚乱能够被平息下去 能够用和平理性的方式 平息下去 而不是说 现在这个华盛顿DC出现的 大规模的这个军队啊 还有各个这个执法部门 直接到那儿 用这个暴力来威胁 甚至有可能用暴力来镇压 这一场这个 使为和骚乱 那样的话性质就变了 因为军队呢 你其实是这个 介入到这个敌我矛盾之中 而不是人民内部矛盾 你如果拿军队 弄到人民内部矛盾之中 这个呢 就会重新 30年一个轮回 也是很不好的 对吧 好 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主要是澄清这个一些事实 非常感谢您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您支持进入我们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